中國這次房地產的上升 隨著中國經濟一個大週期上升 由90年代一路升到2021水平先停 前後差不多升了40年 如果他真的將地產打落冷供 要等消化了以前起特 可能的時間都長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古壇事件 一開始就問問師生問題 師生 你的專欄近來都非常關心 可能你對前景或中港的看法 似乎傾向悲觀 最新出了一篇文 就是內地的樓市熊市 有機會持續10至15年 很多人認為師生 你作為一個最大的地產代理都投降了 其實你怎樣會這樣看 是否真的這麼悲觀 我也是實事求是 如果我做地產代理當然想樓市好 多於想樓市不好 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問題主要是過度發展 你過度發展起特了 起多了 有時間消化 中國這次房地產的上升 是隨著中國經濟一個大周期上升 由九十年代一路升到二零二零二一 這樣的水平先停 前後差不多升了整四十年都接近 三十幾四十年 一般升的時間 通常股市也好樓市也好 都是升就慢慢升 需要時間長一些 跌下來就跌快些 我如果預計它跌的時間 是升的時間的三分之一 所以就十幾年 差不多十幾年 這個是推論 原因就是它真的起突了很多 批突了 透支了社會的需要 購買力 另外除了它透支之外 另外中國政府自己的取態 都不想長期以地產作為經濟的火車頭 這隻火車頭其實它想它入廠 多於想它出來拉車 如果它真的把地產打落冷供 要等消化了以前起突那些 可能的時間都長 香港九七之後的熊市都為時六年 應該八四、八五開始上升 一直升到九七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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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熊市是它一半 十二年跌了六年 才再重新復甦 所以跌得長也不奇怪 但是有人說香港都可能會這樣 我認為香港的問題沒有大陸那麼嚴重 大陸一方面又過度發展 另一方面又過度槓桿 起突又借突 又起突又借突又升突 香港其實沒有起突 香港是起得不夠的 所以沒有那種過度發展的情況 香港亦都有壓力測試 又政府的監管銀行 有辣椒 所以香港的投機因素是低很多 槓桿亦都低很多 所以香港你看跌也跌得慢 由2021年高位下來 兩年多才跌了兩成左右 我相信香港會跌得緩慢 跌的幅度亦都沒有大陸那麼深 師先生我都分析都會將內地的樓市分開 主要城市可能北上廣深或鄉鎮 你會否對這兩個地方的看法相對不同 會否鄉鎮悲觀點 就是城市好點 現在大陸其實那個城鎮化的速度 沒有以前那麼急 現在剩下一線城市或一些做得好的省匯城市 還有人口流逆 人口流逆的地方 就是它的起突的單位消化得會快些 沒有人口流逆的 比如東北有些地方是人口流出的 它起了那些都可能有人走了 沒有人要 那些當然要消化的時間會長很多 應該是一線或者好的二線會復甦得快些 最新內房有問題牽連相當多 最新輪到碧桂園服務 因為它對沒有公司提出減值撥避 令股市股價大跌 可否跟我們觀眾解釋這件事 是單一事件還是陸陸續續 和房地產相關公司都有機會做類似的事 先說一個關係 剛才說碧桂園服務就是6098 它其實就是碧桂園地產的資金公司 碧桂園集團即地產就是2007 下面是20098 上次是做地產發展 下面是做物館 前幾年大家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們這個行業新的資產模式 都吸引了不少投資者 都覺得是一個挺好的生意 但是始終他們都要面對一個大環境 就是房地產市場是差的 差到最新為何害怕大家 就是因為碧桂園服務 當然它不只是服務自己沒有公司 不只是服務碧桂園集團 也有其他的樓盤 也有的 不過當然主力就是靠媽媽 碧桂園自己建的樓 當然是找回自己的公司去幫他做物餘管理 另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覺得碧桂園地產 本身就要找數給碧桂園服務 即開發商要找給物館 未賣出的樓可能日火也要給管理費 因為其實如果你細心看看 他們物館的公司過去 大家覺得這麼好 因為很自然媽媽建的樓 就交給物館公司去管理 而一般的消費者買樓 通常就是看樓價 就不會看管理費 所以他訂了一個比較高的管理費 其實消費者也不是很大的投訴 然後他簽完之後交給物館公司 但問題現在就是 連媽媽的房地產發展商 他們現在是冰寒時期 他們自己周轉不來 所以本身要找給物館公司的數 都有一個周轉危機 其實物館公司在早兩年曾經紅極一時 就是本來 我在內地都有做物業管理 都很多個城市都有 他扮自己是引入互聯網概念 其實什麼互聯網概念 就是社區一些普通服務 幫人煲湯幫人買菜 派報紙、補責、補責、突骨 其實都不容易賺錢 都是欠到價錢很低的生意 怎麼會說利潤那麼高 利潤那麼高可能 在這些地方賺錢 因為有互聯網概念 PE又高些 所以整個集團 有些錢就分給這間公司賺 分給這間公司賺 PE有18倍 地產發展商賺 PE可能只有六、七倍 當然給那間公司賺好 那間公司賺好 社會上賺資也賺多些 本來賺了 有些直接拿去 好像恆大沒有試過 拿下底的錢去做 做了沒有拿回 現在 你剛才說 碧桂宜是否這樣 我不知道 可能說應該賺錢 沒有賺錢 他覺得有機會收不到 所以就要做一個撥避 其實 我做開始 現在經濟一不好 收管理費難很多 大陸是 香港很少收不到管理費 法律責任它走不掉 大陸有各式各樣的人 某些關係 想不交管理費 都很多 所以就 這個行業 就不是真的好得那麼厲害 不過不奇怪 因為其實大部分發展商 現在拖延就拖延 因為不想拖延就沒辦法 因為基本上他真的沒有錢 可能施生都說 譬如你放地產中介 賣完後都未必收到錢 建築商的又要拖延 連物館 雖然是自己親生子 但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這件事其實 只不過個案大家有一個遮想 就是就算沒有 都會關照自己的兒子 尤其是 6098 之前大家 有其他行業公司 出現了 真是沒有公司 動用了子公司的資金 去做其他事情 那 這間公司就沒有 甚至乎自己的大股東 曾經都增加百萬 拿錢出來 買回部分股票 大家覺得有些遮想 應該情況沒有那麼差 但我想到現在這一刻 大部分都要接受現實 就是基本上 大部分的地產發展商 是沒有錢的 那這件事是否一個獨立事件 還是買了服務公司的股東 真的要小心點 我就想不到有什麼特例 就是我不覺得 因為經營是特別差 所以有這樣的效果 我想是整個行業 每一間公司都面對 除非可能是部分 真的極度極度有實力的 國企公司 他可能是 無論他的資金調配 或者各方面的配合 就是無論政府 或者銀行的資金支持度 比較高 不出現這個周轉困難 但是我想現在 在國內十間發展商 九間都是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想不是冰山一角 而是一個普遍性現象 講起內房拖欠 薪金或者資本 很多網民每一次都要問 施生在留言中 施生我知道 中原都曾經 或者現在都被拖欠 有什麼跟進 會不會都是 情況和支持一樣 其實都是被他拖著的數 有些做了壞賬 就沒有拖不多 你承認他是壞賬 他的銀絲都執 你要撇賬 不過在內地撇賬是不容易的 撇賬都不行 他問你有沒有打官司 有沒有盡力去告 你說他沒有錢 你怎麼知道沒有錢 你告到什麼程度 因為你撇賬就可以減稅 我們做的當然希望能夠撇賬 如果真的收不到就撇賬 我不用交太多稅 如果未撇他當你是利潤學 應收未收賬 明明在試本還要交稅 如果純粹問會計帳目上 那個應收未收的帳 是大了 是少了 我告訴你是少了 因為有些已經放棄了 刪除了 刪除了 可以分享整個流程 有沒有情況 可能已經做一些法律程序 是排行隊 可能有機會拿回少少的渣拿 暫時 有 我們有一些刪 出了市的發展商 找了一些國企 其他發展商接管 接管之後 他就要接管資產和負債 變成一個不穩陣的委託者 變成一個比較穩陣的委託者 那些我們現在有些是收回的 有些政府截了 我們在深圳的盤 政府間接截了 政府就是幫我抓一根不抓一根 抓伙計的他就抓 公司那些那份不抓 我一樣是 公司層面是虧損 但至少伙計就可能 但是這些都是 至我們出市的單位裏面 有一個不太大的比率 兩成左右 還有七八成未解決 起碼情況都跟很多網民預期 有些不一樣 都有少少進節出現 好像都是挺嚴峻 也是挺嚴峻 嚴峻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或者還有一個市場 都挺嚴峻就是港股和A股 錄影時間都差不多是年底 浩德會不會 都跟我們的觀眾預測一下 你怎樣看2024A股 會不會有機會 虎體抽身上回來 或者港股的情況 會不會是減息之下 真是萬六點奇雲 減息其實 對於港股 A股影響不大 你見到這段時間 其實港股A股和全世界 但大部份金融資產 走勢都不同 我覺得真的要有一個明顯的突破 其實就是 我覺得兩個因素一定要有改變 第一就是 國內的宏觀經濟一定要有變化 因為始終股票市場 雖然有很多投機的成分 但是某程度 長期的資金都是好看實體經濟的走勢 所以宏觀經濟一定要重拾 有明顯的動力 我想這個是重要 第二就是 可能對港股更加明顯 就是吸引資金的能力 一定要重新回來 現在暫時就沒有特別大氣息 所以你看到港股和A股 都是處於一個比較艱難的狀態 但我覺得 這兩個因素 我想決定港股和A股 因為從股值上高 必定是便宜的 我想無重質疑 但問題就是 大家對資金前景或經濟前景的看法 才是更加主導 你認為這兩個條件 在2024反 即是要好轉的機會 大不大呢 至今共生 或者內地宏觀經濟的改善 我自己說一下 我覺得 宏觀經濟改善 其實暫時 應該這樣說 其實過去的三季 是挺艱難的 在香港 其實 香港的樓市 其實都跟著 大陸的文官經濟一邊走 你說去到最新 即使剛剛有個經濟會議出來 雖然好像 在政府的立場上 我覺得是有變化的 我覺得 由這兩季開始 都看到那個 文官壓力比較大的時間 但是 問題就是 很多 政策的口徑變化 沒有一個實體的政策行動 能夠真是比較明顯地改變得太多 比如說 剛剛的經濟會議上次都說 你真的覺得要先立後破 即是 即使有些事情看不順眼 你覺得不好 也不要馬上掃下 你找些新的動力 取代了舊的動力 令到整個大盤運作得好些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比較務實些 但是 去到現在一刻 即使認知了這個情況出現 能夠具體地轉化為行動 或改變到結果 這個是不容易 當然我覺得 我們是有一定的基礎 又可以看得太差 不過 這個是一個艱難的工作 不過我覺得 至少在政策口徑上 是好些 那你自己的資金 其實我覺得 要重新吸引資金 當然就是 剛才說的 尤其是地緣政治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中國透過香港 和外界 其實金融就是香港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窗口 現在的資金 就有兩個原因走不回來 第一就是因為地緣政治 如果這件事 不再惡化 例如剛剛在三藩市見面之後 沒有再急劇 或者是全面脫裂的話 而資金 都是追本續利的 如果有機會 大家覺得形勢變化了 其實資金是比較容易回來的 當然就是 你不要再跌線 然後大家有一種 比較好少少的期望 然後就 不斷地升回 第一 沽空那些就要損手 不要太容易在港股上 沽空運錢 之前見到市會會升 大家都會貪心 都會回來 但是現在暫時 都是更辛苦 因為你見到 港股的成交 其實本身就是因為 資金這段時間 都真的毫無留戀 在港股 這件事真的要反絕 即是要資金重新回來 和長期留在這裏才重要 詩先生 樓市內地 可能有一個比較長時期的熊市 你會否覺得 接觸一些投資者 向我說 為何對內地的經濟 有這麼多顧慮 他說 最大的問題就是 即是政府究竟 怎樣斷證 他未看到 眼前出現了一些問題 究竟問題出現了在哪裏 嚴不嚴重 如果覺得 很輕輕而已 你感冒而已 吃杯感冒茶 但如果投資者覺得 不是這麼簡單 現在ICU 應該 現在是肺炎 呼吸都困難 你可能要新設治療部 你對一些事情的處理 和投資者 預期期望的不一致 投資者 不知道你下一步會怎樣做 本來就 有些說法認為 大陸其實 手上有籌碼 有工具 可以解釋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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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多一點就可以了 放水 這個是他 貨幣政策方面 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 預期了很久 做的很少 譬如美國金融開箱之後 說明QE 怎樣一步步一定會來 你現在沒有一個時間表 沒有一個日子 你在貨幣政策上 你覺得不可以大水猛灌 大水猛灌當然有一些會流錯 不應該去的地方 但好過什麼都不做 你說我不想大水猛灌 你要用一些具體的政策 針對性的政策 但是你又沒有太多具體的政策 拿出來 有些出了事的 譬如房地產開發商出了事 出了事這麼久 究竟你準備怎樣做 大家看不到 你有沒有跟那些債權人去談 叫他們低低低習慣一步 兩次收數 如果你全部兩次收數 他就 資不抵債的債就縮了八成 現在有些根本是 十元也沒有 只有幾元 如果兩次收數 我猜就 有很多人會寄 兩次收數 你的債務就馬上不見了 很多人都沒有去做 你有去做 說明哪些會怎樣支持 用什麼方式去解決 已經有得他吐 吐的過程中其實是 類整個經濟 類整個社會 所以有些行動要快 斷政要準 出手要快 要 黑到好處 如果能夠做到 大家覺得有辦法 他只是說過 地方債不太多 房地產我們都有能力解決 有能力解決 究竟用什麼方式去解決 不算有具體政策出來 如果真的沒有具體政策 我寧願他真的大水慢灌 其中一部分會有些作用 現在又沒有大水慢灌 又沒有具體政策 所以就快新一年 大家記住留意中國經濟 記住留意中國的政策 希望政策支持 下年經濟會好些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再一次做少許宣傳 大家記住留意我們 730的裝修新人數 業主是就快收樓 還有like、share 還有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明家分析 明家分析 沒有人擔保你做生意實賺 這個社會很多人虧本生意都在做 賣個800萬九成上會 今天層樓跌低過700萬 明白 蒸發了 補賣的裂口剛剛17700 這就是最完美的 即時財經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Finance730財經新聞recap 留款介紹 還是專題報導 每天為大家送相 除了YouTube、Facebook、IG Finance730還開了WhatsApp頻道 只要scan這個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財金資訊 不論看文、看片 還是share給朋友都非常方便 大家快點scan這個QR Code 加入Finance730的WhatsApp頻道 那就不會錯過豐富內容 Finance730 你的知識型財經雜誌頻道